正和下西洋是明朝时期的一项伟大的航海壮举 此次行动始于1405年 终于1433年 历史28年共经历了7次航行 整个航行穿越了大西洋和印度洋 待访了30多个国家 最远到达东非和红海 这次下西洋的行动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探索中国以外的世界 为中国了解世界有着巨大的促进意义 航行开始于明朝永乐年间 是朱棣在登基之后的一次有目的性的航海行动 关于正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 大家都在猜测朱棣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中寻找建文帝、宣扬威德、房天沫等是大家普遍认为的目的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永乐三年 刚经历过禁难之一的大明王朝正在恢复升息当中 当时在朱棣的管理之下 内部社会基本已经趋向于稳定发展 因此为正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客观条件 虽然内部安稳了 但是外部环境还存在着隐患 在正和下西洋的前期 朱棣刚征服了安南 而其他周边小国一直蠢蠢欲动 朱棣便想采取措施让那些小国都来朝贡宁王朝 于是有了正和下西洋的理由 第一次下西洋可以说是试探性的行动 明朝共派出了两百多艘船 随行的官兵人员多达两万人 每艘船可以装在一千多人 也侧面地反映了当时造船技术的成熟 这次出行共历时了两年的时间 不仅征服了麻诺巴歇国 还击败了海盗陈祖义 树立了大明朝的国威 而第二次航行开始 明王朝就采取了另一种招安策略 那就是送礼 而且是没有预算的付出 因此正和每一次航行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和贸易物资 然后沿途一路将这些财宝布施给各国 这种做法给明朝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比如钱财的外流 使得明朝国库出现了钱荒 据史料记载 朱棣对那些外邦朝贡者非常的大方 光赏赐每年都要耗费六百万两 这些还不包括给下西洋官兵的嘉奖 但是朱棣大方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在正和下西洋的途中 大明王朝的外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使得明朝成为历史上最多外邦朝贡的时代 在经济方面也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并且还开辟了许多新型的贸易渠道 从长远来看 这次航海是有益且成功的 鉴于此等方面来看正和下西洋的目的 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朱棣不至于昏庸到会耗费如此巨大的国力去找一个手下败将 况且当时他的根基已经很稳 实在不必惧怕建文帝卷土重来 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 弘扬大明朝的国威才是下西洋的最终目的 如果这一切只是人们的猜测 那么1911年在斯里兰卡打捞出来的一块石碑 通过研究上面的内容记载 不难看出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正和不施碑 斯里兰卡在明朝的时候称为西兰 他曾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科伦坡是这里最大的城市 也是各国通商的重要港口 被誉为东方十字路口 正和于1405年率领船只抵达斯里兰卡 但是此行并不顺利 因为斯里兰卡虽然商骨云集 但他们的国王却是个小心眼的人 他时常借助科伦坡的优势干一些掠夺船只的事情 因此当正和浩浩荡荡地开着上百艘大船来到这里的时候 自然成为了国王最大的目标 于是双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冲突 正和也看到了对方的不友好态度 于是赶紧率船离开 但正和并没有放弃与斯里兰卡建立邦交 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 他带足了诚意 包括大量的金银财宝和零罗绸缎 而且还有一块石碑 并且向当地的佛寺布施了金、银、丝卷、香油等 后来正和与王锦宏还在此处立下了布施西兰山佛寺碑 上面用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不同的文字 记录了布施的物品以及他们此行的目的 这块石碑就是1911年从斯里兰卡的迦勒城打捞起来的那一块 通过对碑文上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 正和他们之所以要不失给当地的寺庙 一来是希望能获得佛祖的保佑 二来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他们建立友好的邦交 而且上面用三种文字书写 意在希望让各国的人都能读懂他们的目的 进而了解大明王朝的来意 因此这块石碑佐证了正和下西洋的目的 其实就是促进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往来 然而这场美好的外交背后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冲突 当时斯里兰卡的国王看到明朝这么大方 便想着占有更多的财宝 于是便发动了掠夺的战争 不过最后正和级船员将他打败并俘虏压回了南京 朱棣当时对他也格外开恩 只关押了几个月后就将他遣送回国了 事情到这里告一段落 到1459年朱棣去世后 斯里兰卡国王还曾派王子带着金银珠宝来我国朝贡 意图增进两国的友好交流 历史异议 关于正和下西洋的目的在明史 正和传中有过相关记载 其中提到最多的便是弘扬国威 而并没有提到寻找建文帝一说 即便如此 还有很多学者觉得前者是明面 后者是暗面 然而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 一直得不到相关的验证 然而弘扬大明国威的目的却早已深入人心 这从朱棣对外邦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 刚开始朱棣就一直秉承着友好互通 兼并怀柔的政策 就拿斯里兰卡这件事来说 在整个过程中朱棣并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 其实当时他们的国王都被抓到南京了 如果发动武力镇压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朱棣没有这样做 充分体现了他的政策 而且郑和美到一处就是不失金银珠宝给各国 以求和谐交往 郑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受了明朝的离奇有不给面子的道理 因此在这个政策之下 使得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变得任重而道远 首先不仅大大地宣扬了东方大国的地位 而且也使得明朝的综合实力威震海内外 同时也将中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思想传播到了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当中 其中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最为深远 比如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妈祖的习俗 这些都是东方文化的影子 而影响最大的还是经济体系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各地的贸易往来 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物品传播到海外 同时其他国家的特产也随着贸易通道流入中国 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 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 对东南亚的当地肯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乐初年 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 手工业兴旺发达 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 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 形成了鲜明对比 郑和下西洋后 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 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 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 直接从中国进货 使他们所在的地区 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 有效地刺激了国内官司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完全打通了由中国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 在海外建立起中国的威望 推行亲人善林、巩固和发展的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 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 但中国人没有士强名弱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 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肆意宾服的思想 借强大的船队显示中国富强 以满足封建王朝为我独尊的虚荣心 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 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